先不要转移话题 如果我不打过来 你打算就这样敷衍了事 你先说 让我听听看有多无聊 嗯 然后呢 我知道今天是五二零 就当作是我念过了 不是说自己要午睡吗 现在又在做什么 又看中哪家餐厅了 情人摊 不会又是什么 只要在沙滩上相拥 就可以得到爱情之神眷顾的无稽之谈 能从日常中获取灵感是好事 但我不记得我有把员工 逼到出来玩都想着要工作的习惯 那看来你的语言系统还需要锻炼 不过还不算太笨 让你到达这种境界 让你到达这种境界 无意登天 是什么给了你这种错觉 好了 现在放下手机 按照你原来的计划去午睡 另外下午 也可以去你说的那个地方看看 好好休息 晚点见